有著要選擇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台南市政府 警察局第四分局來舉辦萬聖節 結合到交通選擇活動 活動當中獨立有優勵的孩子 跟萬聖節變成受益過 同時,經局也許就最近進行的壓軸 設計到很多行動的遊戲 就是希望可以將交通安全的相關提醒 向下定間來併用到孩子親戚的觀念 為民生能夠看到他們請到各種做行動的事 有著一年一度萬聖節還要到路 這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 各般的萬聖節結合交通選擇活動 每一位家長和小朋友發揮創意 其中有家長結合宗教文化 將小朋友扮成七爺八爺非常特別 除了萬聖節第四位徵辦以外 警察局還給小朋友換成警察後 提令警察非常辛苦 這位小朋友扮演這個活動 實在對小朋友非常幸福和很舒服 我覺得大家很新鮮 小朋友和大人可以清楚活動 大家拉進去 我們大家很好 就著辦理活動體驗的交通告有選擇 向小朋友團達遵守交通整個重要性 除了有景民眾和警察的鼓勵 近期來小朋友都可以了解 盡快的道路交通安全觀念 並且將觀念帶回家跟處理人分享 我想今天是直將要萬聖節的前夕 本分別是結合轄區的幼稚園 舉辦一個歡樂派對變裝的一個活動之外 當然主要實際上是宣導我們現在交通安全 跟緊張治安安全的一個嘗試宣導 讓小孩子從這個遊戲當中 學習如何注意安全的一個嘗試 想說從教育當中去著波讓這個安全 來注入這方面的知識 當然更讓整個活動當中 來帶出這個安全的意義 為他們的笑容中就知道這個活動非常有趣 基本上將交通相關的地勢向下定間 當時要提醒大家平常是要多一分注意 就能減少不必要危險發生 記者李晨宇 安兵庫 蔡芳博德 當時要認真嗎 有極道理 還要認真嗎 有一個訪問 有個訪問